白色 红色 都是色 是不是 别人问我 我就说我是做殡葬行业的 比较热门的就是殡葬行业 我爷爷以前也是在某一个法政小墓地 在那做看守 去过很多次 因为那边就是环境好一些 然后就是会种一些黄花 以前可能就是觉得烟雾缭绕的 然后觉得习俗特别多 然后特别繁琐多方面的去了解 就觉得这种绿色的环保的一些 殡葬的下葬的方式 仪式什么的 我就觉得很吸引我 可能是有点害怕的当时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过 就是其实他们是每个逝者的 生命最后一程的天使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比较震撼 我感动我的 然后后面就慢慢觉得这个行业 没有那么不能接受 我觉得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可能逝者的家属他比较难过吧 然后可能通过我们这些 生命关怀李医师啊 去抚慰他们 心灵抚慰 就给到他们一些帮助 这些临终关怀 生命关怀这些 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 多散发一点自己的力量 那墓碑设计是 我个人感觉是比较有意思的 一模一样的是背 看着就是背雷那种的 你看也不太好看嘛 所以就是想着自己做一个好看点的 自己能接受的 家人能喜欢一点的 对于死亡这种东西 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就好 没有什么需要忌讳的 就像迎接好友一样 迎接他呗 可能对死亡的接触不多 但是我们的办公区域 其实是被这个目的所环绕的 所以经常你像出门 比如说干各种事情 都可能会遇到这个下葬的队伍 有一次还被那个临时召唤 去帮忙人打那个接铃伞 就是举了一把伞 但是会让人感到一种很庄重 然后很严肃的一个气氛 然后也是抱着 对这个死者的一个敬畏之心吧 可能有点害怕 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勇敢 而且很努力 对这份工作也很热爱吧 可能就给我引路了吧 有算是 可能我以后也就觉得 这种事也没那么难接受 我喜欢坐着 所以不想去讲解 然后也不想去跑业务 设计就坐着嘛 一个小目标 记忆的 我将来想去直接面对逝者家属 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吧 可能让他们面对这些 不太痛苦的时候 然后我这个成就感比较高 我现在是在这个综合部的人力资源这方面 跟我的性格其实很符合 所以可能未来还是会继续在这边发展 有一家客户 它是有一个海军的背景 现在这个目的已经选过完了 设计官基本上出不定才来了 然后今天咱们会议的安排呢 一个是要确定一下理议的设计 他们对这份工作还是很有热情的 然后每天工作的热情特别的高涨 他们是主动选择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行业 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95后 我们所了解 一共现在社会上有六所大学 现在在招收这个殡葬行业 关于这个专业的一些学生 然后学生的话 每年基本上都是在300到400人 他们大部分都会继续选择这个行业 95%以上 因为这个行业 其实它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工作会很好找 三五年往上基本上 月薪资过万的话 应该还是很简单的 一年清明节 有一家人 他们没有带这个传统的祭祀的食物 带的是猪蹄 然后烤串 黄瓜大葱 蘸姜菜 然后还有一瓶可乐 然后家属就跟我讲 说这个是他们爸爸在世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他们一家人在墓园前 把这顿午饭一起吃完了 一面走呢就一面说 爸我们那个先回去了 下个月我再来看你 还给你带好吃的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墓园 存在的一个意义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墓园 然后通过这一个小小的墓碑 来寄托我们对家人的思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